百达菲律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礼拜二 今天是2013年的5月14号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 要讨论一下股票的市场 邀请到的嘉宾是ChineseFN.com 也是美国企业上市公司 代号CIIX的总裁 沃隆王 嘿 沃隆你好 周小姐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在今天美国的股市 再度呈现了上涨 并且突破历史的高点的现况 现在已经不知道 已经是第几次的突破上线了 并且我们知道在股市 是连续三个礼拜的上涨 今天有一位Hedge Fund的Manager David Tapper 他讲的话倒是非常的 让很多著名的股评师都采信 他是说这个股票是Definitely bullish 在股票的市场 在今天收盘的时候看到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23.57 收于15215.2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了23.82 收市是在3462.61 标普500指数上涨16.57 坐收1650.34 这样子的高位实在让人觉得 是不是有一点高处不生寒 但是呢也不至于到卖股票的地位 我相信在很多手持股票 现在有赚钱的人 也不会在现在把股市 把股票抛掉 而赚到把他这个 Cash Race出来 我们倒想听听看Warren 从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研究 还有学术的机构 来给我们讲一讲 你们对于股市前景的看法 其实我们就是从长的讲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讲这个三年大牛市 三年大雄市 那么现在应该是说 进入一个散户疯狂的时代 因为最近我不知道您看了文章 或者大家有看文章吗 就是所谓的长春藤 Ivy League这些学校 哈佛啊 普林斯顿啊 史丹佛啊 这些大学的这个投资基金啊 纷纷抛出美国的国债 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08年被美国的股市害得下怕了 因为当这笔钱 原来是就是说 校里面的毕业生啊 捐出来的钱是为发展学校的 结果08年让大家亏了一大笔 所以当时的这些校董啊 都是投资转方向了 现在他们转向 反而也把贷券给抛了 进入股市 另外大量的基金啊 现在的margin这个比例啊 cash比例非常非常低 我个人觉得哈 就是我们可能会在8月份 会有一次correction 或者说按照这个 江恩的一些理论哈 可能不是在5月份 那么correction迟早会有 我觉得大家买一些puts啊 就是说看跌的ETF 也没有不可 不可 那么还有就是最近也有一些股票 非常疯狂 比如说Tesla TSLA这个股票 或者DDD 我们又讲到3D打印机 我现在比较少 我觉得我如果在周小姐节目 或者其他节目中讲股票 很多人就套着我问 一跌了他们就急 一涨了他们就疯 那现在DDD创新高 SSYS创新高 TS Tesla都很疯狂 那么说明这个市场上 资金非常非常多哈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反而更专注一些个股的挖掘 或者说一些短期的一些机会是这样的 哇 ok 其实您刚才在这个opening remark就讲到了三个重点 其实如果说就是买一个指数的ETF 有很多人就说那就没错吗 因为现在的道指啦 还有标普500啦 都上涨了16% 14%之高 其实你买了一个指数的ETF 不过就是平市场的表现 但是如果说真的挑股票挑对了的话 那这个成绩是远远要胜过大局的 要胜过大盘 这个呢自己也高兴 那么也对自己投资所做的功课 也有一番交代 我今天想提前的就来问一下 因为我对ChineseFM.com 经常送给我的一些email 有一些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 那在这些研究的这些 在一部分一部分的板块中间呢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有一个VIP room 因为这个当然是要付费的 但是至少您得到比较多的讯息 并且在很多投资人看到一般现象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这些讯息 那对于不管是做短中长线的人 都相当有帮助 我想特别针对这个板块 想讨教一下 温润你们的VIP的这个板块 是怎么样推出 怎么样结合自己的概念的 好的 刚才朱雅姐也讲到 我们现在去年一月份的 是做了一个上市公司 那么上市公司 我感觉压力最大的就是 对必须对股东的这个 就是负责 就是让大家赚到钱 那么当然不能说跑到市场上 去操纵这个股价 或者说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巴菲特 最近5月4号开的那个股东大会 一直是很多人问我 Warren是不是你叫Warren 就是很有问题 是不是当时就是想起这个名来 忽悠大家或者蒙骗大家 我其实89年移民美国以后 我的中文名字是两个Winitial 当时我就起了一个想到 叫Warren或者我也叫Win 因为这个大一开始叫Warren的 就是就是W开头的 这个first name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叫Warren 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意义 说说变成中国的股王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巴菲特原理就是要赚钱 那么中文投资网呢 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 我们绝经的机会 而且我最近大家明天或者后天 可以到我们那个美国证监会的网站 看我最近买了公司的股票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中文投资网要真正赚钱的话 真正股票上赚钱的话 我觉得唯一的一种渠道呢 可能就是通过真正为投资人服务 能够赚到钱 那么现在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 一个渠道叫投资者关系 就是说有点类似一个媒体 我们为因为我们的观众群 我们的客户群都是就是投资者 那么他们在寻找一些投资的标的 比如说投资的股票 那么这些投资的标的 有可能是根据我们的分析 有可能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关系 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广告客户来承担的 那么我们最近呢 就是去年也许周小姐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一直在promote 就是推广一个公司 叫在总部在那个LA的 Los Angeles的叫就是诺华家具 大号是STBS 那么今天他们再度创出52周星高 4.05 因为他们现在第一呢 比较少在OTCBB有看到 有接近7000万美金营收 12%的profit margin的这种家具公司 第二呢 他们的revenue growth是53% 那么第三 他们正在进入一个牛交所的 一个转版的一个动作 如果转版成功 我相信他们的股东群不仅仅是散户 而是投资 我们中文投资网呢 在他们身上呢 就是拿到了10万股的限售股 restrict shares 这个restrict shares是不能抛出的 那么从这个业务以后呢 我们收到很多机构投资人 就是基金的分析师 高级分析师和机构投资人的 这种机构来打电话说 哎我认为你做的这个更好 包括这个周末 我也会了一个投资人 他们很多公司啊 现在都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做 所以我为什么我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离开分红 差不多要越来越接近很多 就是说业务放到上面的方展 不当然不能说很确定的说 我们肯定要给大家分红 但是我觉得一赚到钱 我要求的就是拿到分红 那么如果拿到分红 股价自然会提升 比如说大家是看楼房网 他在12块钱的时候 他提出分红 他的分红的比例是非常高 一股分一块钱 那等于说12块钱 会有10%的分红 那股价后来涨到37块钱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股票啊 不需要去 因为如果我去 大家说 哎我认为你有责任去把股票炒高 我没有这个责任 这个是违法的 那么我能够做的 就是能够把钱留住 把这个手指很紧紧的抠住 把这个支出减少 能够赚钱 赚钱以后一分红 投资 你看看我们这个盘 才200万美金的一个整个的市值 我分你100万美金 你认为中文投资中文的股价位是多少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我也想借助这个 周小姐的平台机会 因为机会今天早上也收到一个电邮 就是我们一个中国西缺概念的一个媒体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谈一下中国电影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叫看电影炒股票 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看电影炒股票 就是看哪一家公司拍的电影 比如说冯小刚拍的1942失败了 那么华谊兄弟的股价就下跌 大家都知道华谊兄弟是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个 崛起的一个就是说 一个电影的制作的公司 他们也做电视剧 那么光鲜传媒 原来是准备在纳斯达克买一个壳 当时结果没有成功 他们脱来转向这个中国的创业 股价呢 来了就是泰肿啊 还有赵薇的电影啊 刚才跟之外也交流 其实我这些电影都没看过 我也不是一个电影名 但是不得不说 现在中国比较火的 就是看电影炒股票 就是说看了哪个公司的电影 现在票房收入一好的话 股价也是随着它上升了 那么很多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他没有办法去炒A股 或者他很少有时间去关注 那么现在有机会了 我们有一个新的客户 给了我们的钱 给了我们的限售股 让我们来推广这个公司 因为他们老板找到我们 我们被华尔街这些骗子坑苦了 我说怎么了 他们把我们股价打到这个52周历史新低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说做这个广告宣传 我们做了很多research 包括去年7月份 我曾经到香港 亲自拜访过这个公司的CEO 一年多的跟踪 那我们马上选定这个公司 晚上上个星期 两个星期五 晚上12点打电话 我说你能不能拜托 星期一早上 不要晚上12点钟跟我打电话 他说我今天就要跟你谈 一定要谈 我说好 他就是说 华尔街真的把他坑苦了 因为华尔街第一不懂 他不懂什么叫这个中国电影 因为我个人平时有的时候 因为咱们是中国人 有的时候看看中文网站 又看看这个电影 那个电影 其实大家最近打开谷歌的 Google的话 这选举 打赵威的话 都是他的电影的这些故事 他的电影赚了 让他赚了 可以说比做演员赚了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也推出了一个 中国稀缺电影 为什么说稀缺呢 因为在整个的美国市场上 真正涉及中国拍摄电影的 只有两家公司 我不想告诉大家的名字 因为我不是在这里来推 那叫说 哎 你是不是叫我明天就买了 什么 大家 但是大家有个渠道 就是可以打电话 或者上网 注册成为我们会员 如果你打电话 明天你肯定会收到电影 如果你不打电话 那可能五天之后 因为我们的系统 是五天更新一次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 1800958 8561 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今天已经上涨了59个 成交量是700万 成交量 所以是非常非常不错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那么心血的去买这个公司股票 我个人不希望大家 就是说 推荐大家买我们公司股票 如果你不做research 请让不要买我们股票 我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在这个 周小姐的电台节目当中啊 说这个我们公司推额 你不买没关系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这块业务 现在大幅的增长 而且是 是由于我们14年的积累 在华人社区群的积累 这个reputation以及我们的时间的 这个呈淀下来的所出来的一种 一种精神或者一种一种一种理念吧 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个 这一块这个板块当中一个奇葩这样的 OK 温文 那我们今天呢 在访问台的这个上半场呢 接到了听众朋友的来电 在询问了几只股票 我倒是在您说话的时候 我就看了这几只股票 都具有代表性 比如说GLD是Buy Sell或者是Hold 或者是今天下跌了4块钱的SCTY 还有一支是Facebook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利用有时间的话 来解一解听众朋友心中的疑惑 这个也是我们做节目很大的一个板块 就是希望借着中文投资网 search研究的这些结果呢 透过你们的思路来告诉听众朋友 你们对这些股票的看法 好吧 那刚才报告的电话是800-958-8561 800-958-8561 这个是可以索取email 就是在最新的讯息 您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我们现在略做休息 马上就回来 华尔街成股是美国上市企业 ChineseFM.com 根据华尔街数量模型研究 开发了一种交易系统 它可以大大减轻投资人交易时的心理压力 每天上午西部时间6点 准时一秒到订阅客户的邮箱 给出明确的买卖方向 买涨或看跌 所选股都是美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组成股 通过最近的实盘操作 成功率高达80%以上 请立刻拨打 投资有风险过去成绩不代表未来结果 经济疲软 失业率高 美元贬值 您害怕耗尽退休储蓄吗 市场波动 令您缺乏安全感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威廉峰 5月18号早上10点 和下午2点在Cupertino 免费退休投资讲座 威廉峰直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 美国股市退休账户 投资策略等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威廉啊 好久不见 你现在在哪一家公司住啊 哦 我加入了Max Real Cupertino 地产贷款公司 感觉真正找到了家 和你以前的两家公司不同吗 完全不一样 Max Real Cupertino 聚集湾区顶尖房地产 贷款精英 他们不但自己做得好 还热情地帮忙我们新Agena Loan Manager Villa Real Estate Manager Martin 不论是专业人品 或者是管理 都绝对是一流的 那你现在一定做得很好咯 是啊 短短几个月 我的房地产和贷款成绩 都增加了三倍 感觉每天都在进步 非常充实 那你建议我也加入 Max Real Cupertino吗 当然好咯 我们现在是Direct Lander 自己放款 方便又快捷 我们的Long Processor 都经验丰富 专业苦干 很拼的 再难的弄也能搞定 快给我电话号码 Vila Wang 408 307 5056 Martin Gu 408 568 9556 公安区著名股票策略家 黄建雄老师 将于6月1号和6月2号 开办两天的课程 教授股票及齐全操作技术 6月1号周六 课程包括图表分析 选股技巧 避险对冲 ETF 6月2号周日 课程为齐全的操作及运用 如何在声势及谍势中获利 黄老师将传授 20多年市场操作经验 令初学者大开眼界 资深者更上层楼 投资者可选择上课一天 或两天都报名 另有折扣 名额有限 请重塑报名 报名网址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板 询问电话 650-968-2000 分机103 Rebecca Lean 为您提供专业房屋 买卖服务 让您省时 省钱 省心 非常秤心哦 现在就打电话给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408-720-6800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快利息又降咯 confirming long 3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75 7年ARM2.625 5年ARM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5年ARM2.625 Super Jumper Long 30年固定3.75 5年ARM2.75 金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力效 请速电 510-353-085 510-353-085 或金桀龙大抗查询 哈喽 嘿 Warren你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这个段落 就是在请Warren Wang 发表论述的这个段落 接了好多的听众朋友们的 来电来询问这个个别股票 可能现在真的是股票高处不生寒 大家心里面呢 对于赚钱的股票 不知道如何自处了 那么我们再请Warren来发表一下 今天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论述 然后我们就来问问 听众朋友在问Warren Wang的这些 独立的问题 可以吗 好的 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中文投资网 有一块独立的业务 叫IRR 这个投资的关系 那么我们是追求一个双赢的局面 刚才讲到这个诺华家局 STVS 在3月1号 它的股价是2块钱 今天是4块05分 我个人觉得 当然这个所谓的OTCBB NAFDAQ 里面Penny Stock 这些都有风险 如果你不适合风险的话 我建议呢 也不用就是说来 来太追究这个事情 我们是适合一些比较speculate 投机性买的 那么 STVS 我们研究了它以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公司 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收了它的钱 我们收了它的股票 我们对不起 我们没有收它钱 我们收它股票 这个股票也要到9月份 才卖出第一 才可以卖掉 所以我们现在是 可以说是纸上富贵 但是我们客户都赚到钱 我们的免费的客户啊 还有VIP的客户都赚到钱 因为这个公司 原来如果说它也没有本身投资者的这个渠道 它很难就是在美国市场上 所以很多美国公司 包括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他们很难找到很多股东 因为很多的 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啊 还是有的 那么我们最近呢 抓了 就是说有了一个新的客户 这个是我们讲中国电影制作的公司 他们最近在好莱坞呢 请来了一个Dream Work 以前梦工厂的一个著名的director 他曾经有拍过一个电影 叫Panda King是吧 有有有 我有看过这个电影 Panda King 2 参与当中 他还拍了好几家 那个好几个大的 比较有名的电影 所以我在Google上search 他的确是拍了不少独立制作的影片 Panda King 2 那么他现在呢 就是在为这家公司呢 签了个合约 三年之内呢 根据公司的news release 他会拍三年的 为这家公司拍三部电影 在三年之内 那么这一部电影呢 是他在他 在他整个事业生涯当中 唯一拍摄的 第一个拍摄的一个功夫片 我觉得票房 有三大杀手 一个是打 一个是 笑对吧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言情片 谈爱情 那么打的话 就是成龙啊 李延洁啊 这些都是很卖座的电影 那么我们希望 这位梦工厂 叫白人拍摄的 这个功夫片啊 在亚洲地区 11月份 他们要引了 所以刚才我讲到 中国电影呢 它的规律就是说 看电影 买股票 就是说 如果你看好这个电影 能够成功的话 比如他投了300万 300万美金 3000万美金 他能够赚10个亿 一个亿 两个亿 那他就是这个公司的 股价马上传承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们抓到了 就是他历史的股价 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对这个股票有兴趣 打电话来 大家也不用有负担 18009588561 我们不会说要你入VIP 入VIP它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告诉你这个公司的这个每天的支撑压力 我们会告诉你这个我们可能即将要关注 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和这个会员之间互动 那么如果你不想参加也没关系 拨打电话 我们留下您的电邮 留下您的方式 我们明天就可能会发电邮告诉你这家公司 或者下一个我们的客户 因为现在找我们公司的人蛮多的 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潜力 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发财之道 所以有的人说 你现在好像不大参与这个谈论股票 好像是好像不大 不务正业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分析是J 还有一个TOM 都非常不错 第二我觉得我现在的股东 每天都给我压力 我啥时候可以赚钱 我买你一门股票就跌了 我说我得赚钱 赚钱我发了疯了红了 你就赚钱了 所以我的任务也希望大家理解 那么周小姐说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我都看过 我能够为达 大部分我其实每天也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这个股票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 稀缺的中国电影概念股 它现在虽然今天涨了59% 但是我们依然认为 从今天这个level 依然可能会涨300%到500% 因为很多美国的人他不知道中国的电影怎么样 他也不知道这个公司为什么要去拍电影 他不理解 但是我觉得赵薇啊 太炯啊 光纤传媒啊 华裔兄弟啊 都是百度上的热搜的一个字 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呢 他的确在人民生活当中啊 他就是说在钱有了以后 在基本的温饱得到满足以后 他需要精神上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电影 它是一个划时代 有一个机会 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人不在家里看电影啊 就像我们看YouTube 或者说那个看视频就行了 但是看电影 因为现在3D的科技比较高嘛 你在电影院享受 特别是中国三四线城市 一些比较偏小的城市 他们还是喜欢看电影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呢 现在这个股价呢 可以说是地板价白菜价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赶快多打1800958 8561 如果你不想入会的话 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股票 因为我们是winner after winner 我们要首先把好关 让我们公关的这些公司 上股价上涨 让这些股民 他的股东能够赚到钱 所以我们相信中文投资网 能够变成一个 哪怕是一个传媒公司 那让我们的自己的股东赚到钱 我也非常happy 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现在来回答 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黄金的ETF 它的代号是GLD 现在的价格是137块8毛1 请来关注一下 它短期的前景 或者是它的等级 应该是buy sale 或者是hold 我觉得黄金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黄金的spot价格是1525 它breakdown以后呢 变成一个头肩顶向下 现在来看的话 有各种的声音 黄金 因为我觉得黄金最终的下跌 是大家认为 就是钱呢 不值钱 所以大家去 把黄金抛在去买这个股票 大家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Ivy League 他们也有这种趋势 但是我也最近看到 这个谢国中的认为 著名经济学家谢国中认为 2014年整个的黄金价格 会创出新高 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美联储这一波 这个量化宽松 没有达到预期 提前出厂 然后美国整个的全球经济 进入一个通缩的话 那么黄金依然可能有上涨 所以我现在认为是一个hold 如果能够突破1525 那么我们可以大举进场 这个买黄金 如果不能突破 我们千千万万的展示 忍受这个潮底的这种诱惑 展示hold 好 下面一个是SCTY SCTY今天下跌了12.27% 现在的价位是31块4毛4 它是一个Solar City Corporation 这个公司它有两点 第一Solar City 它的CEO和Tesla的CEO 是两个是兄弟 所以大家吵了Tesla 最近是很疯狂 今天最接近了100块钱 然后跌下来 所以这个第二呢 它是一个新的IPO 盘很小7320万 但是而且第三 它的整个的环境非常好 像First Solar 今年涨得非常好 今天我卖掉了TSA TSA 就是那个太阳能股票 我觉得就是太阳能明年会增长 但是你说太阳能 大家都受到伤还是谨慎 那么Solar City它一直亏钱 未来13年亏钱14年亏钱 所以这个只喝短线交易 如果它不赚钱 大家没有理由去买它 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的上涨有它的几个 我跟大家分析这个insight 就是说我个人对它的这个公司的理解 OK好刚才讲的是SCTY 今天是下跌的比较多 12.37% 接着朋友们要问Facebook 它自从在2月份达到了32块 左右呢就不停的下跌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30块之下 今天也不例外 今天是27.07% 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这个Facebook的前景 是要买它呢 还是问是不是要hold它呢 不过我想请Warren就从您关注它 然后您分析它的前景就好了 其实我交易过它 最近挡到28 我可以说是买在最高点 28块5毛6 我抛掉了 我没赚到钱 坦白来讲 但是我也没亏到钱 所以我暂时认为是一个hold 为什么呢 它这个季度的revenue是下滑的 这也可以说它公司历史上就是成长 最近上市公司以来 第一次出现下滑的迹象 大家想起苹果的话 你要当心的结果就是Facebook不是一个神话 2014年它的这个预测是赚七毛七 但2013年增长的幅度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暂时是hold 它现在PE是51 但是从它的整个的未来的发展 还是在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它那个做的广告这一块 现在我个人觉得这个广告 因为在手机上播广告的它的这个价钱 广告商愿意出的价钱不是那么高 所以当大家全部从desktop 就是桌面电脑转向这个移动互联网 就是手机的或者iPad的这个上面去的时候呢 Facebook它的revenue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认为是一个hold 而且是它的盘太大了 23亿股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苹果 很难拨动 很难像Tesla Solar City 这种猛打猛跌的 这种做起来过瘾 这个非常boring 我个人觉得 好 因为时间的问题呢 我们在三个股票中间只能挑一个 并且时间非常短 只能大概用15秒钟来回答 是 NTAP NTAP今天是35块7毛8 我们请Warren短暂时间来回答 Network Appliance 这是一个老公司啦 那大数据就是云计算 这个概念 那么 3.6个亿的发行盘也是比较大的 现在的 整个的适应率16倍也不是很好 我认为在这里应该是sell 因为它已经363636这个点位 连续盘整 如果要向上的话 我不知道它需要出什么消息 而且这公司太老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好 感谢 感谢Warren 祝你晚安 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上半场节目结束 近一段工商资讯 我将要访问的是非常资深 并且非常有爱心 又有诚心的 有经验的理财顾问Helen Ho 好的 听众朋友 近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以上节目内容 仅供研究参考 并不建议买卖任何特定股票 华尔街成股是美国上市企业 ChineseFM.com 根据华尔街数量模型研究 开发了一种交易系统 它可以大大减轻 投资人交易时的心理压力 每天上午西部时间6点 准时一秒到订阅客户的邮箱 给出明确的买卖方向 买涨或看跌 所选股都是美国标普500和 纳斯达克100组成股 通过最近的实盘操作 成功率高达80%以上 请立刻拨打 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网址www.chinesefm.com 投资有风险 过去成绩不代表未来结果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 房地产贷款经济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 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 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济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济 详情请致电Sophie省 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 会为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 Zinn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刻钻石都经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最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s on Fire Roberta Coin Mickey Moto 肖邦 伯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及Mupeter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 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细顾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食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讲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到了Helen Ho的时间 Helen她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她替个人及公司设立理财 以及退休计划都是不遗余力 并且在她从事了理财规划的 十多年的经验当中 在2013年的5月中旬 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 为我们2013年税率增高了以后 做一番完整的规划 Helen你好 走了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自从上一次上节目是 距离现在已经几乎要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接近八个礼拜的时间 整个的股市是上涨的突飞猛进 对对对 给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市场的情况 好的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3月20号我来的时候 咱们的三个major index都是record high 我就是那天是一个很happy的一天 那没想到今天呢 几乎两个月from3月20号 今天是5月的14号 将近两个月 我就看了看这三个index都是怎么样的 NASDAQ呢涨了12% from3月20号 DaoJu呢涨了15% 然后我们的SP500呢涨了16% 我说哇不到两个月涨这么多 真是有点可怕 那当然了今年so far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说整个market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也有点让人意外 也有点意外 意外就是担心的开始 是是是没错 所以呢作为一个投资方面的 不能说专家吧 最起码我就觉得说 哦这个market好像表现得有点太好了 所以呢就是有一点感悟 就是希望大家呢 抓住这个rally的同时呢 也要稍微的有一点strategy Dafini这个market 应该是慢慢要进场的时候了 但是呢进场的时候呢 就是要慢慢的一个月进一部分啊 或者几个月进一部分啊 这样子慢慢的来细水长流 因为我不希望客人就是说 一看market这么好就一下子进来了 turns out过了两个月又小crash一下 就心里很惧丧哈 啊 对所以通常我的客人来到我这里呢 不管他是一下子投资是五万 还是十万还是几十万 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慢慢的流 就说我这个账户可以开到了 但是呢我们这个钱呢 先放到一个fix account 然后呢就慢慢的给他出去出去出去 先放到fix account 然后届时基金厂 所以您介绍的这些financial的product 都是跟市场涨跌 还有跟利息的高低有关的 通常都是跟mutual fund有关的 共同基金的market比较多嘛 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了 比如说很多人说就是就是stark related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作为advisor 我们通常会比较啊 侧重于共同基金账户 那么还有很多人卖variable unity了 就是年金账户 那其实年金说白了 它也是共同基金的组合 只是说它在共同基金的组合的上面 又有一些更好的吸引长期投资 或者老年人的担忧会去掉 因为它有lifetime guarantee的income呀 所以说就会变成说 它其实也是个共同基金的一个portfolio来着 那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也有讨历过 就是life insurance的投资产品 那其实indirectly或者directly都是跟market有关的嘛 包括有的产品是interest driven的嘛 那么interest说白了 它也是跟整个stock market有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其实都是在tie together 都是环环相扣 没错 没办法独立 独立地拿出来 对对 所以说整个大气候变化的时候 你所有的财产都会受影响 就是说你看你做的那个asset allocation够不够到位 如果你做得好 market动的时候 你不会丧失的那么快 丧失的东西那么那么多 那但是呢 market要是rally的时候呢 你的stretch要对的话 你可能上的蛮快的 所以说呢 我今天呢 就是来您这之前呢 就随便的把我的一些随便的一些portfolio 就随便dig out几下 我说哇 last one year three year 都是很棒 都是last one year 都是十多percent 有的二十多percent 就是惊人的好 那当然呢 这并不代表将来也会这么好 作为investment的advisor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过去的performance 不能代表将来 将来的好 可是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参考的point 如果说你选择的那个portfolio 选择的产品 它的表现形式 比那个同一时期的别的产品 表现得好 那说明你就是做了个good choice 对吧 是的 是 所以呢 并且我和朋友和客人get together的话 都会detail的发到很多information 也有很多很多人在买rental property呀 也有很多人还在后悔 前两年没有多买一些呀 其实那个也是一个portfolio的build up 所以说我的客人来的时候呢 我不会说你不应该买这个 你应该买这个那个 那我就是overall来分析一下 他买了什么 目的是什么 适合什么时候 见好就收 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投资就是这样 如果你永远都是放在一个part里边 不动它 for long run should be ok 比如说30年40年的portfolio下来 就让它自己flow好了 overall它也是ok的 可是呢 你short term 比如说10年5年 这个cycle对你的harm的 或者对你很helpful的那个 就非常明显 所以说你在选那个overall portfolio的话 那个时间段非常重要 你要投资多久 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非常非常的critical 我觉得 对另外的话呢 在房地产方面呢 很多人呢 是很善于deal with那个tenants的 可是有的人就很怕deal with那个leasing agreement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会觉得好头大 那我自己 很烦 对我自己也有清新体验 因为我自己也有不多 只有一两座 那么我就说说 哎呦 总体要跟他们deal 我就觉得说挺烦的 我要做material fund 这是我的expertise 对吧 我就知道呢 一弄一弄 一年十几percent 二十多percent也就赚到了 对吧 为什么要deal with那个people hassle 有时候 对 对所以呢 因为我通常我也会要professional manager 帮我involve even that 他还是什么事都要来找你landlord的嘛 所以我就说 大家看自己的喜好 就是说 你要是对property特别有感觉 特别有那个信心 那就多 不妨多买一点 it's okay 但是千万记住 就是说不要把所有钱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 所以Helen 你的意思是说 要大家 不要一次的 就全部把自己的钱就入市 而是要慢慢的入市 要找最好的产品 并且要找最好的时间点 但是这个账户必须先要开好 通常都是账户要开好 当然在筛选之后 那个产品 哪一个产品适合他的需求 筛选好了之后就放进去了 放进去以后呢 不要一下子都把它loading到那个market里边 就是慢慢的一个月出来一部分 我们叫dollar cost averaging吧 是 就是说每个月每个月出去一点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可是我发现我周围的advisor 很多不是这样做的 他们都是把人家的钱 他就说钱一进来 我就一下子就进去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个很大的risk 所以呢 其实在几年前呢 2008年那个crash之前呢 我有一个美国人账户 他来我这开了一个账户 他当时我记得是30万 不是20多万 然后我就一再跟他说 我说我说 请你三思而行啊 我说我的客人拿这个账户 不管是他是5万的 10万的还是几十万 通常我都会让他dollar cost 至少六个月 甚至有的更长 12个月或者18个月慢慢进 我说那你这个钱呢 刚刚从market拿出来 然后呢 你要一下子再投回去 我understand 这也不错 可是呢 that's your judgment call 不是我的judgment call 那你要不要做呢 他说 ok I believe my guts I'm going to do it 所以他就一下子都放进去了 所以还好 我们是1月份放进去 08年的1月份放进去的 可是呢 crash4 那个8、9月份crash的时候 他就吃到亏了 如果他按我的suggestion 这样一点点买的话 我当时suggest到12个月慢慢买了 那至少有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三四十的 percentage of portfolio 不会那么get hurt 对吧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呢 就是做一个惯例的动作 反而会比较容易manage 这就为什么说 作为advisor 我们有时候对你的钱有感情 但是你对你的钱的感情更深 所以说呢 有时候你感情太深的时候 你会make a wrong judgment 那作为一个outside 太envolved了 你作为outside 你就会好很多 这就为什么很多父母亲 因为我们都是父母亲嘛 现在就是说 你看我没办法教我孩子那么好 只要分给teacher来教 就会好很多 一子而教 对 exactly 因为你的emotion太 attach给他了 他要做什么不对 你就会吵他呀 就会骂他呀 in fact 你不是想让他学一点东西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交给老师 老师control他的emotion 他不会这样对孩子的嘛 他就客观的多 并且人家见的孩子也多了 exactly 他就一看到这个孩子 他就知道我要因他的财而失教 没错 所以说呢 你找了这种sir party的人 来帮你做事情的话 就唯一的这个好处 就是非常明显 所以理财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并且理财呢 要养成一个习惯 变成了这个习惯了以后 自己关于自己的不应该做的spending 也都会克制到 也都会把这个钱分配的好好的 同时黑了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 我的耳朵很注意听 你就说也应该要适合个人的需求 对 来做合适的分配 绝对的 所以说我们在advising的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就是要调出来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的长期和短期的那个那个目标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会就是选一选什么产品适合他呀 哪家产品更适合他的这个期望啊 或者是他的目标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主要就在这里了 好的 Helen 因为您上次上节目是3月20号 我知道我们西谷华人电台永远都有新的听众朋友来收听 介绍一下您自己 还有您所服务的范围有哪些 还有您的公司在哪里 还有如何找到您 好的 我的那个公司的电话呢 就是650678 0718 这是我的直播电话 那另外还有一支呢 就可能有时候是我接 有时候是小姐姐 就是408-212-0168 对不起 0168 所以呢 你要想 get hold on me right away的650的号码可能会更好 408的话呢 我要不不available的话 最起码 hopefully有人会接 是会take message的 对对对 是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用电邮来跟你联络 对 我的email是 Helen H-E-L-E-N at H-O-U Financial.com Helen H-O 就是我的名字 last name is H-O-U 所以Helen at H-O-U Financial.com 是 公司是在南湾 对我的公司在Santa Clara 可是就在Santa Clara 那方面五大块 包括tax strategy planning 包括investment planning 还有retirement方面的 planning 还有estate planning 就是遗产规划方面的 还有呢 就是跟children education方面比较多的 当然有个别的人就会做一些很creative的遗产规划那块 就是也我我搜发性分享的还不是太多 以后有机会我在电台上也多分享一些 好的关于这五大块的话也都包括个人家庭的也有包括业主的 对业主的话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服务项目 比如说你公司的各种各样的liability insurance啊 当然都这个是我的partner来做的啊 liability insurance呀 workers comp呀 这些related的 还有group的401k呀 simple IRA或者separate 这就是投资方面的那个group retirement account 包括呢还有一些group的别的insurance group life group disability medical dental vision 就这一大块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 对对这这方面面都有 当然了那个人的保险方面和公司的保险方面 通常我们有时候呢就会有overlap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业主到我这里 他说我group life就不要买一个basic的 我说可以一倍两倍啊 不要salary通常 那么个人的话呢 他们一个一个employee就会再坐下来给我们玩玩 帮他做全面的个人方面的那个选择 好今天访问的嘉宾 她是资深的理财顾问Helen Ho 不管您是个人家庭或者是公司 在理财和retirement方面 或者是tax planning 通通都可以找Helen Ho 650-678-0718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驾谈详情 经济疲软 失业率高 美元贬值 您害怕耗尽退休储蓄吗 市场波动 令您缺乏安全感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 威廉逢5月18号早上10点 和下午2点在Cupertino免费退休投资讲座 威廉逢直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已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退休账户投资策略等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资深的理财顾问Helen Ho Helen你好 走了你好 OK我们现在先从 如果是一位业主 他是公司老板 他应该怎么样替公司来设计 retirement退休计划 好的 基本上业主的话 要看公司的大小来定 可是以general的话呢 就是小一点的企业 大多都会选择401K比较多 再小一点的话呢 有可能会选择simple IRA 或者sep IRA simple IRA sep IRA的话呢 通常呢 有两个很大的 特别是sep IRA 我要强调的是 sep IRA的钱 contribution的钱 都是employer的钱 就是雇主的钱 不是那个员工的钱 所以呢 sep IRA非常适合那种 公司只有一两个人呢 或者大家都是老板呢 就做个sep IRA which is ok 因为你拿的是公司的钱 给所有人给了 给自己了 但是如果你那里有很多员工 那你比如说三个五个 甚至十个八个 那你如果都用sep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贵 对这个主人来讲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limit了他们的power 他自己不可以存钱进去 只有老板能存钱 你说你老板能给员工发bonus 发多少percent 这就低了嘛 对吧 如果员工相对来说 多过几个人之后的话呢 大家都会选择401k 或者sep IRA 但是呢 我还要说这个sep IRA的话呢 你通常就是contribute 你的growth income的25% 就是你那一年挣了多少钱 up to 25% of the income 那一视同仁 对谁都一样 不管你是老板还是员工 那个sep IRA的话呢 他就好一点 他允许员工自己 可以放钱进去 拿他自己的sarate defer 那如果是50岁以下的话呢 今年最多可以defer 12000 12000 12000 50岁或者更大年龄的话 可以再多加2500 就是1350 这叫simple IRA EK的话呢 跟他就是价格来讲 也就是贵一点点 一个月 作为老板 你可能一年 能花个几百块钱 来sponsor这个计划 可是呢 你会允许员工的self-defer 就变成17500了 多很多 多很多 那作为一个月的money的一个employee来讲 他绝对appreciate 401k much more than simple IRA 对吧 另外的话 50岁或者50岁以上的人呢 他可以再多放5500 而simple的话只有多放2500 所以呢 我的呼吁就是说 大家真的要做的话 其实不妨去考虑401k 因为401k有很多别的feature 并且他的产品选择 真的是多很多 也好很多 401k的选择比较多 只是simple IRA的话呢 就变成好像没有401k 那么档次高了 就这样 对老板来讲 开销不是很大 更多的是呢 因为现在呢 经济不错的情况下 我发现越来越多人赚很多钱 更多人就会问我 哈雷你做不做define benefit plan 我们也做 并且你define benefit的话 就是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有guarantee的 你的income for your retirement age 就比如说 打个比方 现在这个业主是50多岁 然后呢 他打开65岁退休 他65岁退休以后 他没有收入了 但是他这个define benefit plan 还能guarantee他说 哦我每年挣10万 或者每年挣20万 是你现在你自己来定哦 你自己来定说 我future的income lifetime income 每年要挣多少钱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现在的 pre-tax的钱呢 就拼命的 放进去 放那个define benefit 里边contribute 然后你就tax的income 就会很低了嘛 对 所以呢 像这个的话 define benefit 你可以shoulder 为20万 20万多点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对于那种收入比较高的 然后员工又不是特别多的 那个业主 非常的适合 所有的contribute都是tax deferred 就是tax deductible 全是扣税的 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来讲 就是contribution的一部分 对 它就是像401k contribution一样 现在不交税 future拿出来再交税 define benefit也是 现在是不交税的 将来拿出来才交税 所以这个并不是annuity的产品 也不是life insurance的产品 这个point叫define benefit 你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 来fonding这一个计划 就像401k嘛 通常大家by default 就是选mutual fund来fonding了 那define benefit 你有选择 你可以用mutual fund来fonding它 你也可以用年金来fonding它 也可以用life insurance来fonding它 哎呀 灵活得很 对 灵活得很 所以说呢 就蛮好的 那define benefit 是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做 就是他income蛮高的 比如说医生律师 医生律师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或者是loan broker 对没错 对 就变成他的最主要是keys 他的很profitable 然后自己赚很多钱 然后呢 员工又不是特别多 记住了 define benefit 要不光给自己的同事 还要给别的员工的 所以说呢 如果你这个业主年龄比较大 有别的员工比较年轻 这样的就是个很好的scenario 那或者呢 就是说 你是个老板 你没有什么员工 然后呢 你的income又很高 这样子也很好 也很合适 对 所以呢 就是说看每个公司的情况 不一样 帮你分析 那很多时候 define benefit 和stern1k是同时做的 因为它 他们两个功效不一样 你most of my clients 要做就两样都做了 对 好 OK 这个是关于业主方面 当然我们还是 并不能够讲得 非常非常的清楚 只是把这个概念 要灌输到大家的头脑里面 也许在年终的时候 就应该要为今年来做打算了 并且有了想法就要立刻行动 并且年底就太晚了 对 必须要是在第四二quarter之前 take action 就是第二quarter 第三quarter 一定要take action 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too late 那现在就是the middle of第二个quarter 好 那关于个人的retirement呢 Helen 个人retirement呢 就是要看你 公司给你提供什么了 比如说公司 又给你4k的话 就一定要尽量的participate 就不算 就算你有收入上的问题 不能全部deferl 那个upper limit 就17,500的话 要尽量去用 因为有些公司会有match的 有match一定要赚那个钱 不赚白不得 你想一想 如果公司给你match4%的话 你至少再弄个4%吧 这样子你就可以凭空 100%return了 对不对 那当然有的公司呢 是需要你自己有participate 他才给你match 有的公司说 你participate不participate 我都给你match 那样的公司比较generous 我也有这样的客人 就是group来讲 他说 我不管员工参加不参加 我都给他match 但是很多公司都说 只有你参加 我才给你match 不然的话 我不给你match的 所以说这个 大家要看清楚 那如果没有401k怎么办 那你要一定要盯紧的 RRA了 就是自己要做individual RRA了 可不要小瞧 RRA这个产品本身 因为呢 你想想 你每年能存个5000 6000进去 今年是可以存 5500嘛 那个老一点年龄的话 可以再多 50或者50以上 可以再多1000 每年你就systematic的 去存这个钱下来 其实加上那个money compounding的power下来 也蛮可观的 也蛮可观的 千万不能不做 对对 并且还要呼吁年轻人 就是说一定要做 你有做managing的年轻人 和没有做的 你到30岁40岁就见分小了 真的 差别很大 非常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问问周围的朋友 你有个别的亲戚 你就会问 你有多少RRA 你有多少seneak 你就会发现 从年轻save的人 他的RRA和他的seneak 就比没有save的人大很多 对 It's amazing 所以说一定要趁年轻 就做那个很好的习惯 来投资 和管理自己辛苦 挣来的钱 是 业主个人都包括了 其实有小孩子 要顾虑到他们小孩子 以后的教育基金 对 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 对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在我们华人社区 没有人把自己看得 比孩子更重要 对 所以都是孩子是最宝贝的 父母亲都是最次要的 好像 在孩子这个education方面的话呢 最好是一出来 孩子一出生 你就开始再做一些something 是的 那就是最ideal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never too late 就是要 就是做一些行动了 那么我们通常帮孩子 做education funding设计的话呢 通常就是围绕着 几大块来做的 那most of my client 他来的话呢 他都会做multiple way at the same time 有些家长呢 就是用529 plan呢 就是说要safe for college and upper education的 那个需求 那么这个财产呢 是归父母亲的 然后父母亲也可以 倾取那个beneficiary from time to time 比如说你可以从这个老大 倾取到老二做beneficiary 或者老二倾取到老三 或者你甚至可以倾取到 那个nephew niece啊 就是都算是greater family 你都可以这样倾取 倾取的好处 有什么好呢 就比如说他老大 要去申请scholarship啦 或者什么奖学金啦 你就把它倾取为 那么你这个老大 就去申请好了 对吧 并且他有个很flexible的地方 就是说 假如你孩子很优秀 他挣到学校的scholarship的话 假如说他今年 挣到了两万块钱scholarship 奖学金 助学金 whatever金 那么他就可以拿出来 爸爸妈妈 可以take out这两万块钱 就没有any tax penalty 也没有tax income 就不算income 就是说529计划 也是很可人的地方 但是呢 很多人的concern 就是说529太多了 怎么办 如果我的孩子不争气 不要花这个钱 怎么办 我们通常会说 funding 529的同时 要funding一些别的产品 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到 别的投资产品 比如说保险投资 那保险投资的好处呢 就是说tax deferral forever and tax free forever 除了Ross IRA 有这个feature之外 别的产品 就再也没有这个feature了 并且也没有时间限制 所以呢 就是说 要看你打算什么时候 给孩子做这个方面的规划 如果需要的话 请尽管跟我们联络 好 我们做这个是太多了 是 好的 Helen的电话号码是 650-678-0718 我们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 来讲一讲 index的产品 最近index的产品 一定performance很好 最近两年都蛮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index整个呢 它up and down是自然的 那index产品呢 不管它是life insurance index也好 还是annuity index也好 还是形形色色的 不同公司的feature都不太一样 但是它bottom line就是 有涨的时候 你跟它一块涨 有跌的时候 你没有跌到 这样子的话呢 对一个investor来讲 我只有涨没有跌 就很棒嘛 对吧 没有跌的意思就是 是有一个floor在这边 它有个minimum guarantee的floor 通常就是说 比如说index universal level 通常做零点几percent 最好的公司 就是一个percent的floor 你不管跌多少 我反正guarantee 就是至少这么多了 好厉害啊 对 当然了 如果是annuity产品的话 它也有floor的 它也有fix guarantee的部分 那我们这些专业的人 是在干嘛呢 就是帮你分享信息的 那如果你觉得说 你需要一个理财方面的专家 我觉得你要search一下 要感觉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和你的脾性 对 如果适合的话呢 这就是个lifetime的 help each other relationship 我的客人都是lifetime driven的客人 就是他只要跟了我 我就把他视为我的lifetime client 就这样来 就是一定要open mind communication 非常重要 好的 Helen她的联络的电话是 650-678-0718 email是hellenathoufinancial.com OK 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Helen 感谢你 谢谢周乐 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 今晚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宇称 告atell escol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